Chef Teacher的weblog 那我们来看一下我们介绍第三个web就是网站网页 log是锁定 来那开始咯 从老师这边点选一下 那这里当然这边有延后设定时间对不对 那在Safari这边呢 有看到吗 开启 那这边点增加连结哦 那你想让他去什么网站 你要把它打在这里 来 那打字当然很累了 我们先在老师机这边 这边台北市公园点了他 压久一点 可以做什么事情呢 拷贝 对不对 拷贝完以后呢 我们再切换到我们的Jeff Teacher这里来 点着他 再点一下压久一点 再点一下贴上 贴上的时候记得哦 贴完以后你要按什么呢 按return送出才算数哦 来按return 哦 这样才写进去 来我们再加一个 一样再回到Safari云术来 那这边呢 我点一下这个 维基百科 好 拷贝 接下来 再切换到我们的Jeff Teacher这里来 来 增加连结 再点一下 再点一下 贴上 贴上可以点这一颗 我们点这个位置的时候再点这里就可以快速贴上了 来 再做事记得哦 要点return哦 送出 那也就是说 我等一下上课的时候只能去市立动物园跟维基百科 其他地方都不可以 那我们就点选套用吧 套用完以后呢 他就传送命令哦 那各位看一下 这是我点选套用的时候 来 他这边就是在把命令传送出去 当然这些设备都必须接上网络 开起来了呢 那各位看一下哦 他这边网络开不起来呢 为什么开不起来 因为这是仓服国小 我们刚设定只能去哪里呢 台北市立动物园 可以 你看见吗 那我现在点左边的教育部的什么云端路口网 又被限制了 可以去维基百科哦 其他地方是不可以哦 这时候老师限制了网站 他才可以被开启 这里 那这个是透过这种方式 我现在点完成 所以呢 现在的学生 他只能去 我指定的动物园跟维基百科 来 那我这边再开一个新闻院 来 我输入一下哦 好 维基百科正常 没问题吧 对不对 那我现在点这里 这边就受限制网站 这教育部的那个什么 学习入口网不行 我只让他去维基百科跟势力动员 当然如果要解除的时候 记得哦 在Jeff Teacher那边点 点这个就可以解除限制了 来我点一下 当我现在解除限制 记得再点清除哦 点完以后呢 来我们看一下 就给他一点时间 清除命令送出去 等一下这个地方 哦 来画面再开起来 Safari浏览器再开起来 他现在已经清楚设定了 好 这次左边的这教育部的网站 我就切换到刚左边这边来 然后再开一次哦 没有密码了 我们不是要设密码 来 就可以顺利打开了 再开简单